大湾区的哥哥们热度之高 小点之密集 吸粉力之强悍 可谓是撑起了披荆斩棘的哥哥热度的半变天 于是乎在众多网友的期待下 披荆斩棘的哥哥节目组也为大湾区的哥哥们 量身打造了专门的延伸综艺 大湾仔的夜 不得不说芒果抓热点制作综艺的能力还是十分厉害的 大湾仔的夜集结了港风 美食 夜晚以及哥哥们的故事等多种元素 以大湾区的哥哥们将近三十多年的演艺经历为切入点 再加上烟火气十足的大排档美食宵夜 极具港风韵味的街景 大湾仔的夜真正做到了有吃有喝有故事 这样观众在看大湾仔的夜时 既能进一步了解大湾区哥哥们的故事 又能了解到不同地区的美食 欣赏到美景 真的可以一饱眼福了 有不少网友近日偶遇到陈小春 张志玲 谢天华 林小枫 梁汉文五位哥哥 集体现身广州东山口录制综艺 大湾仔的夜 各种路透照片偶遇照片接连曝光 由此可见 大湾区哥哥们热度之高 网友们对大湾仔的夜期待值之高 相信有不少网友 对大湾区哥哥们的爆火也会感到疑惑 大湾区的哥哥们为什么这么火 为什么这么受观众喜爱呢 大湾区哥哥路人员飙升 离不开三个原因 一 真实可感的兄弟情 大湾区的哥哥们身上自带的综艺感 真实又不做作 比起虚假做作的综艺效果 观众更加偏爱大湾区哥哥们身上的真实感 大湾区的哥哥们大多都演过古惑仔 而古惑仔最重的便是兄弟情 盖周延因林小枫不记得布瑞吉的名字 而找陈小春理论一事 让广大网友直呼 周延不尊重前辈 而陈小春一句林小枫也是我兄弟 更是刷满网友好感度 大湾区哥哥们和周延 布瑞吉在哥哥的创意短片环节 更是重现了这一名场面 不得不说 大湾区哥哥们自己玩梗也真的是太好笑了 不仅如此 陈小春还重现了自己在采访时 没记住名字 以至于出现了李什么炫的名场面 正是因为大湾区哥哥们身上自带的综艺感 观众们看大湾区的哥哥们时 真的就是秒被吸粉 二 独树一致的反内卷属性 大湾区哥哥们身上自带的反内卷属性 可以让观众们在看披荆斩棘的哥哥时 短暂的逃避现实生活中 无处不在的内卷压力 从哥哥节目最开始 节目组问 每位哥哥每天最多训练几小时 其他哥哥都在互相竞争比较 生怕自己比别的哥哥训练的时间少了 而反观大湾区的哥哥呢 休闲休闲悠哉哉哉 每天最多训练半小时 真的是反内卷第一人 张志玲更是有人间拖把支撑 因为一训练完张志玲就会躺在地板上 于是乎地板被拖得干干净净 张志玲不是拖把 胜死拖把 三 不可忽视的实力和智慧 因为大湾区的哥哥们人均有实力 懂谦卑 这也是大湾区哥哥们爆火的最重要的原因 大湾区的哥哥们虽然反内卷 却也不是啥也不做 哪怕拿到了最难的歌曲 3189也不放弃 坚持一步一步来 并乘着要把大湾区做大做强的心态 在努力着 大湾区五人组的每一次演出 都具有极强的观赏性 舞台炸裂 情怀满满 经典乐语歌曲 在他们的演艺下 重新换发生机和魅力 五位哥哥的平均年龄已到半百 但是他们的身材和状态 并不比一些年轻爱豆差 对待舞台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有颜值 有才艺 观众们迷上他们也是理所当然 五位哥哥的人生都足够精彩 他们入圈都已超过30年 阅历丰富 深爱生活的艺术 他们的智慧和故事 值得很多人细细品味 大湾区哥哥们之所以爆火 都是有原因的 大湾区的哥哥们自带综艺感 自带反内卷属性 还有实力 有故事又有实力的哥哥 谁能不爱呢 大湾仔的夜未博鲜活 2021年度大热综艺版上钉钉 值得期待